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再来跟我们的朋友呢 勾制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网兜 然后呢,或者是可以给它勾制成我们的一个围巾 然后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毛线呢,我也是在网上订购到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勾制成非常漂亮的一个适合夏天的镂空的一个围巾 那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看,看一下它是怎么样被勾制出来的 我们是先从我们这边的抽线开始 可以看见我们的颜色呢,是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分布 然后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呢,也有看到它的颜色是我们的7号颜色 适合的是我们的6号勾针 大概也就是6毫米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勾针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粗的勾针 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的好的勾制出来我们的一个镂空的一个围巾 首先呢,我们是要在它的旁边从我们的一个平针开始 我们可以先从旁边呢,给它进行拉线 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里面是拉了9个 9个这样的一个短针 我们可以先把它数一下 7个 大概在7个的位置 再给它加进去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给它继续地往上进行勾针 加过去了之后,大概是勾针三个短针 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像耳朵一样的 我们可以继续再进行勾针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绕到最后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这一个整个的第一个小的镂空的部分 就已经是做好了 这样会让我们整个的镂空呢,它会慢慢的变长 然后呢,它这样的话呢,里面就会有我们三个短的一个针 给它从中间拉过来 那我们就快用这样的办法 来拉出我们整个围巾的一个基础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第七针 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加过来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把它穿到前面来 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从上面去给它勾支我们三个的一个短针 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给它绕过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已经是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办法 继续的给它进行一个勾支 三个呢,是给它绕到它的下面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牌树的中间呢,我们是要给它绕两个 然后绕四针,四个短针 然后在它的牌的中间呢,我们是给它绕三个短针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来这两边呢,全部给它拉过来 现在我们这边只需要把它最后的这个给它绕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就会绕出来我们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现在呢,再跟大家再展示一下 我们这边是怎么样给它去拿过来的 我们这边呢,再给它绕过来 这边再给它加过来 这边再给它加过来 这边还有它的一个链针 这边可以再给它继续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小小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给它继续 我们可以再给它继续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整个呢,这个围巾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紫色 然后它的颜色呢,是一个渐变色 那我们可以先过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边呢,这边呢,还有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 现在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个收尾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继续给它进行勾支 然后呢,它整个看起来就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比较软 同时它的镂空的部分也比较的大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啦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订阅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就能够直接收看到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